地址代表新加坡共修主 在此提问四个问题 问题一 在修行中 有些义工认为平等心 就是每个人都拥有一样的机会做功德 但实际上每个人的义工岗位 和他个人的能力和因缘都分不开 请问师父 可不可以理解 平等心并不是指外环境的平等 而是指内心里面最好与坏的平衡呢 请师父 是有道理的呀 并不是某一件事情的平等呀 平等吧 比方说你一个人生出来 你生了有钱人家里 和一个没钱人家里 生了一个很好的父母亲身体很好的 和生了一个从小爸爸妈妈身体都不好的人家里 那概念是不一样 你说生出来怎么就不平等啊 只是说我们同样在人间 我们同样有修行的机会 我们同样在内心可以慈悲 你看你看我们人生老病死都是平等的 你再有钱的人也要生吗 老吗 死吧 病吧 对不对呀 就这个平等是从内心来的 他讲的是对的 你们这个是学白话佛法学的是对的 并不是说某一件事情平等 而是说你的内心要表示平等 听得懂吗 比方说这个人残疾 你跟他一起 你没残疾 他残疾 但是你从心里很尊重他 你觉得他过去也是好的 他也不容易 你心里跟他平等 没把他当成残疾人看 那这叫平等 听懂吗 并非是说他 脚残了 你也去把他脚残了 我们两个一起来脚残 听得懂吗 不是这种平等啊 感恩师父是对太智 发生了 发生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